Hello大家好,我是Eason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TikTok最新的安装使用方法 无论你是苹果用户还是安卓用户 无论你是想单纯刷视频 还是想要认真运营TikTok账号 看完今天这期视频 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答案 这期视频我总结了市面上 几乎所有主流的TikTok安装使用方法 那么背后都说,Let's go 第一种最简单就可以使用和观看TikTok的方法 就是直接在电脑端或者手机浏览器中 打开TikTok.com的官网地址 无论你是使用Mac,Windows,iOS还是Android 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记得将你的IP地址提前切换到香港和大陆以外的IP地址 否则就会收到这样的提示 电脑端登陆TikTok的好处是操作简单 也可以顺利的点赞,关注和评论 甚至也可以发视频 那缺点可能就是不如APP端的使用体验好 同时也会缺少很多APP端才能够看到的功能 比如TikTok的小黄车等等 第二种市面上最常见可能也是最主流的方式 就是把卡还原手机 模拟海外上游环境之后下载使用TikTok 其中模拟海外上游环境的关键主要在于IP节点的选择 包括机场IP,住宅IP,自建VPS等等 这个部分我们会在后面重点讲解 我们先以苹果手机为例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台闲置手机 拔掉手机SIM卡之后 点击系统设置 点击通用 下滑到页面底部 点击还原手机 点击抹出所有内容和设置 点击继续 输入锁屏密码 点击这里的还原手机之后 系统就会还原并且重启 手机重启之后 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初始设置 语言可以选择英语或者中文 国家可以选择目标运营的国家 比如美国 连上WiFi之后 后面的选项 能不开启的就尽量不开启 能跳过的就直接跳过 也不要在这里 登录你的苹果ID 进入到手机系统之后 我们还需要修改一下时区 关闭自动时区 选择目标运营国家的时区 同时语言和地区 我们也要确认一下 没有任何的问题 之后我们还需要 在隐私设置里面 关闭掉定位和广告追踪 到这里 手机的基础设置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 模拟海外上网环境 第一步我们需要 先插入一张国外费卡 顾名思义就是 已经不具备 任何上网功能的手机SIM卡 它唯一的作用就是 插入手机之后 会将手机中运营商的信息 修改为 对应国家当地电信服务商的信息 完成更好的伪装 比如这里我们插入的 就是一张AT&T的手机SIM卡 所以Carrion Lim 这里会显示AT&T 第二步打开App Store 登录我们的美区苹果ID 美区苹果ID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注册 YouTube上也有 非常多相关的教程 或者也可以直接购买 包涵ShadowRocket 小伙箭的苹果ID 简单又方便 网址我也会放在 视频描述栏 等我完成之后 我们搜索ShadowRocket 这个代理软件 点击获取 下载完成之后 就可以打开ShadowRocket 这时我们需要 关联上我们的IP节点 根据IP节点的 创建方式不同 一般我们会把它分为 机场IP 住宅IP和自建VPS 机场IP一般是指 某个服务商将 创建好的IP节点 打包在一起 出租给我们 进行共享使用 这类的节点 常常是托管 在某个国外的 数据中心 或者机房里面 如果用IPinfo.io 去检测的话 节点类型 会显示为hosting 与之相对应的 就是住宅IP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般家庭住宅 上网使用的IP类型 这个也是最贴合 绝大部分TikTok 真实用户使用的 网络环境 节点类型 会显示为ISP 或者Residential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 租用海外虚拟服务器 VPS 搭建自己独享的 上网节点 这样创建好的节点 一般同样是 hosting的节点 但是我们也可以 在它外面 套用一层住宅IP 这样它的节点类型 就会显示为ISP 如果你只是想要 单纯刷刷TikTok视频 那么不用思考 选择机场节点 就可以了 速度体验 也会相对比较好 以TAG这个机场为例 我们在购买好 套餐之后 只需要在后台 点击复制订阅链接 选择二维码 在手机端 打开Shadowrocket 这个代理软件 点击左上角的扫码按钮 就会自动导入订阅链接 就可以看到 非常多不同国家的 机场节点 选择任何一个 香港以外的IP节点 打开全局代理 并且开启代理开关 如果出现任何的弹窗 我们点击同意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想要认真 运营TikTok账号 发布视频获取流量 那么还可以考虑 使用住宅IP 或者自建VPS的方式 模拟海外上网环境 当然这并不是说 机场IP 就不能够用来运营TikTok TikTok的封控机制 也不可能会一刀切地 封掉所有机场 或者机房IP 毕竟这类的IP规模 和用户数量并不小 很多学校和公司也在用 IP节点的好坏 更多和节点是否独享 是否是原生IP DNS的位置 这些因素有关 这里和大家分享 几个好用的IP检测工具 查询IP的基础信息 可以使用ipinfo.io 查询是否是原生IP 即ASN的地址 可以使用bgp.he.net 这个检测工具 就可以看到对应的IP地址 和ASN所属的地址 查询DNS的位置 我们可以打开whore.net 就可以看到IP地址 和DNS的地址 查询节点速度 可以登陆speedtest.net 进行速度查询 关于什么是原生IP 什么是DNS 可以去看我之前发过的一期视频 会有更加详细的解释 回到静态住宅IP的使用 我们需要先到对应的网址 进行购买 这类的网站有很多 今天我们就以 Webshare这家服务商 提供的住宅IP为例 进行操作演示 我们首先来到Webshare的官网 点击注册 直接使用谷歌快速登录 进入到后台之后 就可以看到 Webshare提供了10个免费的节点 当然这些节点都是共享的 如果你有需求 也可以直接使用 他们共享的这种IP节点 我们直接来到Dashboard 选择Static Residential的 近代住宅IP 数量最少我们需要选择20个 带宽可以选择对低的带宽 接下来就可以选择国家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20个节点 都是分配到美国的IP节点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完成下单购买 完成购买之后 我们回到节点列表 就可以看到已经能够显示出来 20个不同的IP节点 供我们选择 具体的使用方法 我们只需要回到手机端 打开ShadowRocket的小火键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添加节点 节点类型 我们就选择SOCK45 依次填上WebShare提供的 住宅IP的地址 端口 用户名和密码 同样打开全局代理的模式 开启代理开关 我们就完成了环境的伪装 当然类似WebShare这样提供 便宜住宅IP的服务商 还有很多 如果你想要使用 其他家的住宅IP提供商 那么也可以谷歌搜索 WebShare Competitor 就可以搜到其他的竞品服务商 或者直接在Web上 查询WebShare的官网地址 就可以得到一些 相思网站的查询结果 只是我们也要留意一点 本质上这类服务商 提供的住宅IP 和真正美国人在家里 向电信运营商申请的宽带服务 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购买的住宅IP 往往是某些服务商 向当地电信运营商 大量采购获取而来的 所以如果你使用像 pixelscan.net之类的工具 就会检测出来 它的IP类型还是属于机房IP 即使利用ipinfo.io查询 也会看到 IP节点所属的ASN 和公司并不一致 节点的类型和域名 有时也会不一样 公司看上去 也不像真正的电信运营商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工具 查询一下 自己家庭所使用的宽带服务 对应的几点类型 如果我们打开ASN 所属的官网地址 会发现它确实是一家 电信运营商 但是company所属的官网地址 我们打开之后会发现 它竟然是缺失的 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官网 目前市面上也有几家自称 提供真正美国住宅IP的服务商 只是价格相对来说 都要高很多 我们在这里就不做具体讨论了 模拟好海外上网环境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下载TikTok了 打开App Store 搜索TikTok 点击获取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TikTok 进入到注册流程 生日我们要选择18岁以上的年份 注册方式这里比较建议大家 使用海外手机号码进行注册 或者Gmail之类的海外邮箱进行注册 海外手机号码 我们可以通过PinMe 这样的一些接码应用进行获取 简单验证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置密码 然后再设置一下自己的用户名 就完成了注册流程 可以开始浏览TikTok视频了 进入到TikTok之后 就可以看到 TikTok已经在给我们推送的 都是美国当地的内容 而且我们也可以进行点赞 关注和评论 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安卓手机 也是一样的操作设置 还原手机之后 修改好手机上的语言 是去定位广告追踪 然后模拟海外上网环境 下载安装TikTok 安卓端和iOS端 TikTok安装的详细文字教程 我也统统为大家整理好了 描述栏的第一条链接 就可以领取 OK我们既然知道 TikTok的风控识别 主要依赖于 App本地客户端 启动时向服务器 传送的数据参数 比如语言 时区 地理位置 SIM卡运营商等等 那么是不是只要 我们能够在上传到服务器时 篡改对应的数据参数 也同样可以实现环境伪装呢 答案是可以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第三种TikTok安装方式 TikTok的免拔卡安装 只是这样的伪装方式 只适用于旧版本的 iOS端TikTok 新版本的TikTok 早就将这个漏洞修复了 所以如果你是苹果手机 用这个方式 是无法使用新版本的TikTok 但是对于安卓手机 还是可以使用 修改版的TikTok安装包 做到免拔卡安装 之前我们也单独出过 一期相关教程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搜索观看 那第四种下载和运营TikTok的方法 就是使用第三方的海外真机 云手机服务 它的原理是 直接利用海外当地的网络环境 搭建一些真实手机 或者虚拟机设备 允许国内用户 以远程操作的方式 控制对应的真机或者虚拟机 这个也很好理解 既然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搭建海外上网环境 但是肉身又不能在海外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将购买的手机 寄到美国朋友的家里 插上美国当地的SIM卡 然后我们以远程控制的方式 控制这台手机就可以了 远程控制软件有很多 比较有名的 有向日葵等等 这种方式的好处也很明显 因为使用的就是 真实的美国当地的网络环境 所以本质上和其他美国人的 上网环境没有任何区别 根据一些美国小伴给我的反馈 美国当地真实网络环境 运营出来的账号 流量确实比较容易爆 不过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运营成本比较高 所以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服务商 提供对应的海外真机服务 即便如此 费用也并不便宜 真实性也很难做判断 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出一期视频 为大家进行试验和测试 OK那如果今天的内容 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为这期视频点个赞 把赞给点赖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那么下期见 拜拜